如果你喜歡我們節目 記得訂閱 歡樂製作心的YouTube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知道最新的影片內容喔 小鈴鐺 今天都是來自顏值相當好 可愛美女 有朋友才華 紫晴 紫晴現在在她們面前 都是姐姐級的喔 對 對 時間過得很快 好快喔 姐姐妹啊 明珠是客家人對不對 對 客家女孩這麼漂亮 同鄉 對 南廟 北廟 中廟 南廟 來 明珠來 請到這邊 好 新作品 謝謝瓜哥 謝謝大家 有新人 客家女孩這麼漂亮那個 還是主持 客家主持人的 這是客家歌嗎 這一次我要來走慕智 然後就是我的EP裡面有四首歌 然後這一次EP的名稱叫做 有新人是 有新人是瓜哥 有新人是瑪莉亞 你說你慕智這意思是 對 因為我在圓夢 然後之前就 因為都是在主持 然後終於能夠出自己的歌曲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希望 能夠讓更多朋友們 一起來支持我的夢想 那她要怎麼支持妳 要怎麼慕智 大家可以上到我的粉絲專頁 就可以知道參與這層募資 可以一起來買喔 明珠啊 搜尋陳明珠 對 人又漂亮 歌又唱得好 又有禮貌 又會懂講客家話 很自費 那我小孩子交給妳 好好學 不問妳 好 謝謝閃交 謝謝 謝謝 沒有事 接下來介紹這組 正要 最近剛剛經歷一個訓練 對 五個多月磨難 對 最近新崛起的新世代偶像 兩個有才華 胡思安 徐欣揚 好 有嚴謹 有才華 對 告一段落會不捨 還是說有點放鬆 其實都有 都有 對 對啊 因為大家在一起五個多月了 五個多月每一天 從一到一到日 每天啊 每天都想 對啊 我都找不到她 正假的 趙寶月 不是啊 我真的找不到她 連過年到現在 紅包都還沒給她 對 幫你轉家 過去拿一下 有沒有家來的 沒有啊 除夕夜她跟媽媽吃飯 我說 晚上來拜年 紅包給妳 到現在還沒有 因為她第二天就要去練習 或幹嘛 很辛苦 是啊 但學到什麼不是啊 團體生活吧 團體生活 然後學到很多運動 很多不同的運動 就是接觸到很多 沒有聽過的 對 那新楊呢 我覺得最難得 就是可以跟大家 我們紅隊變成 就是好兄弟 好 好 接下來狼人殺火 哇 哇 你願意跟鬥狗 對 這年輕人超愛的節目對不對 對啊 但其實我們兩個 也是外景認識 是因為我們在澳門 主持節目認識的 然後後來在狼人殺 又認識就更有緣分 好 想歡迎三組來賓 進去我們的歡樂大會考 好 歡樂大會考 今天有新的提醒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前面 先來大家熟悉一下 先出個名人題 名人題 中外都可以 對 大家知道就可以 不用等 要聯想 來 請出題 好 名人題第一個提示 第一個提示 它是YouTube點閱人數 7300萬 全球第一 這樣就知道了 訂閱人數7300萬 蔡阿嘎 誰 蔡阿嘎 有這麼多 7300萬 訂閱 訂閱喔 7300萬 蔡阿嘎 答最後錯 抱歉 答錯 它是全球第一 來 新娘 QDIPIE QDIPIE QDIPIE是 一個小朋友嗎 不是 好像是一個瑞典人還是瑞典人 是它是 我覺得它訂閱量很多 那我不確定是沒有它 來 最後錯 抱歉 答錯 答錯 這一個是 你可以看還有第二個提示 好 它是全球氣候變遷的宣傳大使 來 李奧納多 李奧納多 它有YouTube嗎 對 抱歉 抱歉 答錯 來 一個團 來 我知道 我知道一個宣傳大使 但我不確定它為YouTube 是 Greta Thunberg Greta Thunberg 他都念得我們那麼經過 不要 不要喝過洋墨水的 但我不知道 你大聲講 你大聲點讓他不動 Greta Greta 就是應該好像不是你 沒關係 你有答你就講 我已經講了 Greta Thunberg Greta Thunberg 對或錯 抱歉 答錯 好 第三個提示 韓國最具影響力的女團 來 請說 李奧納多 BREAK PINK 對 BREAK PINK 對或錯 恭喜答對 恭喜 恭喜 對 因為他們是那個女團嘛 然後他們的訂閱人數 以訂閱人數 不是點閱率 訂閱人數 7300萬是全球第一 他光是那個MV 就有 他訂閱就7000多 隨便推馬上一 對啊 因為他一人看一次 就7000萬了嘛 對不對 他是5支 5支是破10億的MV 那這樣還做什麼 他這個業配就不得了了 所以他是韓國最具影響力的女團 對 你們有看過嗎 BREAK PINK 有 我也有訂閱 所以他也是那7000 那你竟然沒有答對 你也是七千三 沒有 不過他 他有七千三這麼多耶 好厲害喔 我現在年輕人都滿瘋 什麼BTS 榜蛋上年 對啊 因為我有一天跟我孫女在吃飯 是Emma嘛 聊聊聊說 你不是跟那個 BNT很喜歡BNT嗎 BNT是疫苗 那不是疫苗 他就瞪著我是BTS 所以很好 我有看那個紅牌 他說那個 要AZ的媽媽要出來了 AZ 但是B也是AZ 時間過很快 我還陪過安安到韓國去看那個 少女時代 現在少女 少女阿姨了對不對 少女阿姨 阿姨 來 第二題 請出題 第一個提示 他學生的時候是游泳代表隊 好 好 第二個 第二個提示 吳宗憲曾經為他製作專輯 好 什麼 為他製作專輯 學生時代就是游泳代表隊 你好像 徐欣 第一題的話 我覺得應該就是我爸 徐乃玲 乃哥 那學生 乃哥是學生游泳 對 他是喔 吳宗憲 就9873的 對 有多專輯 但我不確定是 733 733 733 有本了 733967 徐乃玲 最後手 恭喜老闆 好 好 謝謝乃哥 這不行 他是游泳代表隊 對 他游泳很厲害 金翔 你爸有教你游泳過嗎 說真的 真的沒有 因為他說 他說太累了 他不想讓我學 他以前做百戰百勝 只要游泳比賽就派他了 一定 因為他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非常會游 末期就是他那個賣麵 對 麵的品牌 對 乃哥 憲哥曾經 他的第三張專輯 就是憲哥幫他製作 對 自己如果答錯回去 可能就完蛋了 對 好 第三題 OK 請出題 第一個提示 他曾經是職業的足球運動員 對 這個範圍太廣 第二個提示 第二個提示 他是香港五福星之一 有 那很明顯了 五福星之一 香港的 可是有 有 我第一代跟第二代的 有很多代 沒有 李悅 周星馳 周星馳 對 對 後獸 抱歉 答錯 他沒有 他沒有 五福星 五福星不是他 苗巧 對 來 那是五福將 五福將 五福星不一樣 來 第三題是 第三個題是 月餅大言人 來 想不到 想不到答嗎 月餅大言人 那你 曾志偉 月餅大言 你不知道 都是 曾志偉 對後獸 恭喜答錯 好 這是足球運動員 看不出來 八四足球隊員 後來才變五行 對 因為他爸爸是足球教練 對 後來明星足球隊 他們一直在踢 譚詠麟 有一次我們到香港 我跟楊帆去採訪外景 他就跟著他們跑 類似 光半場我們就快吐了 因為我們去採訪很多人 這部戲有曾志偉 洪金堡 福星就是那個 曾志偉 洪金堡 還有牛頭帆 不是吧 那個 馮翠帆 還有吳躍 吳躍翰 他五福星是滿有名的 喜劇滿厲害的 第四題了 來 請出題 第一個題是 與老公結婚十年 沒一起吃過飯 十年 結婚十年沒有一起吃過飯 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是 跟金城武一起擔任助理 很難喔 這滿意見的 跟金城武 好像是當一個大哥的 是嗎 來 第三個 第三個題是 賴超 哪一題 這還這個你知道 李悅 哪一題 奶茶 劉若茵 劉若茵 對或錯 恭喜答對 恭喜 恭喜 他那時候好像是那個 陳森的助理 陳森的助理 跟金城武一起嘛 對 然後他綽號是奶茶 他我們老公結婚十年 沒有一起吃過飯什麼意思 因為他跟他跟他老公 他老公我小時候他十歲 然後本來人家不知道這件事 是後來出了一本書叫 我在你懷裡孤獨的時候 他有寫這件事情 就是那時候工作太忙 對 就是他們兩個一起結婚了十年 但是沒有好好的一起相聚過這樣子 哇 那為什麼叫奶茶 奶茶 是他喜歡喝奶茶 錯號 錯號叫 好 第五題 請出題 第一個題是 宣稱自己的戲不賣 就去拍三集片 誰啊 誰 第二個選票 真的知道嗎 不想看新聞 那個蝙蝠俠的主演 Roberter Patterson 是喔 所以因為歐美 歐美有信物說他抵制蝙蝠俠 因為大家都想看他去拍三集片 蝙蝠俠 你是說那拍的狼那個 狼人的那一個 目光之城 目光之城的狼人 可是他名字叫 男主角 Roberter Patterson Roberter Patterson 對 我錯 恭喜答對 對啊 新的蝙蝠俠 對啊 新的蝙蝠俠是他演的嘛 所以那個 他剛剛講的歐美就說 那我們不要看 我們想要去看你拍三集片 對 好 這是第一大題了 所以現在是八萬 八萬 四萬 第二大題是什麼呢 第二大題是 兩個圖要有聯想 不是光猜一個 來 請出題 第一張圖是艾斯基摩人 第二張圖是可樂 三個字請聯想 艾斯基摩人跟可樂有共同聯想 這個很輕鬆 來 請說 北極熊 北極熊 好厲害 拍廣告是可樂的 是耶 因為可樂的招數 對或錯 恭喜答對 恭喜 因為他是基摩人跟北極熊 都住在北極嘛 可樂裡面有 可樂之前有支廣告很經典 就有北極熊 然後他到現在 還有那玩偶 上面 對 還有他的Mark 對 北極熊 就像這樣共同的聯想 第二題請出題 第二題 第一個題是魷魚 第二個題是熱炒店 四個字請聯想 魷魚遊戲 他想到魷魚就魷魚遊戲 換了嘛 因為熱炒店很多遊戲 遊戲跟熱炒店有什麼關係 熱炒店 魷魚遊戲對或錯 抱歉答錯 四個字 三次請陳明珠 客家小炒 客家小炒有魷魚 跟熱炒店 熱炒店常常就大家會點 客家小炒也配下酒 對 客家小炒對或錯 恭喜答對 恭喜 蠻厲害的 這個魷魚一開始就是想要 讓你跳到旁邊 魷魚遊戲的 然後熱炒店玩遊戲 所以魷魚遊戲 這樣會有意思 也是蠻有道理的啊 很合理 這樣太硬了吧 客家小炒比較對吧 對啦 客家小炒 那個炒字就是熱炒店 對 第三題喔 第三題 請出題 第一個題是屈原 第二個題是故 兩個字請聯想啊 胡說 龍舟 龍舟 屈原跟骨 龍舟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謝謝 要不要一般人都不想 華龍舟三個字 對 會 但龍舟 因為華龍舟不是有一個 後面在那裡 對 還奪氣獸嘛 對 你們有龍舟比賽 有 剛滑完 剛滑完 那個滑不好會歪耶 後面有那個剁手幫忙 不然我們自己滑 如果沒有掌會一直歪 你先轉 旋轉到我們自己會歪的 直接後面 怎麼歪的 OK 第四題了 請出題 第四題 第一個題是馬獎 第二個題是人魚 兩個字請聯想 人魚 兩個字也有啊 兩個字 來 三字請 腹肌 腹肌 對 腹肌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好 因為他想到馬獎 就想到人魚就馬獎線 可是他說兩個字就 撞起來了 馬獎線跟人魚線就很難講 女生好像都是講馬獎線 那個就是腹肌的呈現嘛 所以才叫馬獎 然後男生好像講人魚線 對 人魚線都講男的嘛 女生都講馬獎線 是喔 OK 第四 第五題了 請出題 第一張圖 便當 第二張圖 日出 三個字請聯想 簡單啊 來 請說 阿里山 阿里山 對 後座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謝謝三個字 我不能講笨基符嗎 笨 笨起符 也對啊 笨起符嗎 笨起 好像也可以 也有便當 可是如果日出的話 笨起符 阿里山比較高啦 對啊 但是我剛剛講笨起符 阿里山鐵路便當 對... 笨起符 好 剛剛那個喜新洋 阿里山 對... 慢了一步 慢了一步對不對 好 這個是兩大題之後 16萬 明珠跟那個 紫晴算是領先 其他兩組都12萬 最後一題了 這是新的吧 要填空造句 每答對一題一萬 一題大概四個填空 對 來 請出題 好 當我接到誰的電話 我只想趕快掛掉呢 一號 錢 三個字 二集 四個字 三號 顯 四個字 四號 板 兩個字 請搶答 來 狼人殺 李悅 好 好 三號 當我... 不不不 不 四號好了 四號 當我接到老闆的電話 我只想趕快掛掉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一萬 請搶答 紫晴 當我接到保險公司 幾號 幾號 三號 當我接到保險公司的電話 我只是想趕快掛掉 保險公司的電話 我只想趕快掛掉 你要叫你買保險 對啊 不是啊 你已經保... 好 保險公司的電話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好 來 請安 當我接到 第二個 第二 二號 二號 當我接到 詐騙集團的電話 我就想趕快掛掉 詐騙集團 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來 只有1號 1號 當我接到 前男友的電話 我只想趕快掛掉 前男友對或錯 恭喜答對 好 前男友... 前女友也可以 前男友 因為她的身分是男友 對 前男友 是 所以你們看 這樣就是一起搶一萬 第二題 請出題 好 第二題 爸爸的生日快到了 送他什麼... 他應該會很開心呢 一 魔 三個字 二 立 三個字 三 豪 兩個字 四 包 兩個字 請搶答 來 狼人殺 1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按摩椅 他壓會很開心 按摩椅 最後數 恭喜答對 好厲害喔 來 請請 等一下 沒有 蕭玲 蕭玲 來 請 請搶答誰 子晴 1號 4 4號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錢包 他應該會很開心 錢包最後數 恭喜答對 請搶答 前包 狼人殺 來 狼人殺 3號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壽桃 他應該會很開心 壽桃 壽桃最後數 恭喜答對 可以吧 可以了 壽桃 可以了 是真的壽桃還是那個壽桃 就吃的啊 裡面包紅豆黃豆那種啊 不然呢 我們做爸爸不會開心 有沒有 有沒有異象的壽桃 你說裡面有紅包 你說屁股的那個 喂 請搶答 2號來 紅豬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巧克力 他應該會很開心 好厲害 巧克力對我說 這個先不給過 因為送桃給過 不行 好 來 2號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 唯古力 他應該會很開心 真的 唯古力 唯古力 他花多少錢給你們 我們有沒有資入喔 沒有資入喔 沒有 我們當然是自由他講 唯古力 對過錯 抱歉 答錯 來 再平凡一點的力 很貴的力 貴一點好不好 2號 爸爸生日快到了 送他勞力士 他應該會很開心 同樣是常白啊 同樣是常白 可以 可以喔 對啊 唯古力 他... 勞力士 對過錯 恭喜答對 沒有 巧克力跟勞力士 哪一個你開心 當然勞力士啊 對 那我... 巧克力我們血糖會高啊 對 那我剛剛巧克力沒給過可以吧 但是按摩椅怎麼會好 哪一種按摩椅 按摩椅很貴 那種天王按摩椅 有了十幾萬耶 那你不能送我摩托車嗎 也可以 重型的摩托車 那摩托車你會騎嗎 不是 這就是... 對 也可以 騎當然可以騎 有時候擺設也很漂亮 對 摩托車 按摩椅都給貴 都給過了 售桃 蜜桃 桃色 桃色不要 桃色... 桃色媽媽會不開始 桃運 好 來 桃花 桃花 桃味 送爸爸媽媽翻臉了 媽媽還是... 第三題請出題 好 第三題 我的什麼 二十年來都沒換 一碼四個字 二甲兩個字 三字五個字 四行兩個字 請講吧 YES 來 慈欣 我們這換了嗎 我的手機... 電話號碼 對... 他講的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我的手機號碼 二十年來都沒換過 對 或錯 恭喜答錯 恭喜答錯 第二題 第二題 皮夾 二十年來都沒換 對 或錯 恭喜答對 能不能說 好 三號 我的身分證字號 二十年來都沒換 對 或錯 恭喜答對 答對 答對 等一下... 來 請Q喔 請講 張子晴 他真的到了 四 我的血型 二十年來都沒換 可以吧 血型 血型對或錯 抱歉 答錯 不是 血型 可以說換就換嗎 請講的 來 沒有 剛剛那個 不是按到了 第四個 我的髮型 二十年來 我的髮型二十年來都沒換過 對 或錯 恭喜答對 不是 因為髮型是你可以左右的 所以我沒有去換 我才可以拿出來說嘴 身分證字號也不能換 身分證字號是... 可以換 可以嗎 身分證字號 你如果遇到不雅的諧音 你一輩子可以換一次 天心 什麼五四七八 是不是什麼 0809 449 0806 449 好好聽到 可是不其力了 誰會有那種 0806 449 080449 我的身分證字號就是不雅 我就不知道這件事 我就一直沒換 你不雅 那什麼聲音 你人都不雅 那時候還沒換 所以你不給我換 很配你耶 我裡面有那個什麼7086 就7086 就住起來就很難聽 是連在一起嗎 2266 7086那種 好帥喔 什麼 2266 7086 真的嗎 太適合你可以問了 什麼什麼7878的有沒有 對啊 或者387有沒有 5478 5978 5478 387 對... 都不行了 好 第四題了 第四題 好 請出題 請問一下 隔壁鄰居這幹嘛的聲音好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一公兩個字 二麻三個字 三拉四個字 字架兩個字 等一下 還沒有 瓜哥 聽瓜哥 請注意 請注意 不好意思 請你們注意 請不好意思 沒有 對 請想答 等一下 那個四字 隔壁鄰居吵架生蠔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吵架生蠔吵 吵架丟我錯 恭喜答對 聽起來 好 好 單子先 三 三 隔壁鄰居拉小提琴聲好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小提琴聲 等一下在練習的時候 對 真的很好 硬要抽那個聲是不是 對 然後有拉 拉小提琴聲對我錯 好啦 恭喜答對 本來正點 好 三 那我們這樣拉大提琴可不可以 可以 可是大提琴的聲音比較低 所以它不容易那麼簡單 隔壁 這樣第一題叫 隔壁鄰居 鷹架生蠔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你隔壁鄰居為什麼會有鷹架 鷹架 他在做事情 那鷹架是不是 誰會在家大鷹架 有啊 連累你家這麼大 沒有 我家才有房 對不對 你要鷹架 好啦 請講 好 我來問說 我們第二號 第二號 隔壁鄰居 打麻將聲好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對 後座 恭喜答對 打麻將 打麻將 你講的 有 他不剪三名 一 隔壁鄰居 工程生好吵 讓我無法專心工作 剛點啦 工程 對 後座 恭喜答對 好 你先說吧 是 工程啊 對 那答應家就也是 好啦 答應家就... 沒有 因為你鷹架聲很奇怪 這兩個字啊 你要有一個動詞啊 打架可以啦 打架吵架可以 隔壁鄰居打架聲 打架吵架 幹架什麼都可以 但... 不是這個有些人會講幹 我但你會變意思 你看 還說他就不穩講 人就不穩講 身分身照有什麼關係 我要去換了 但是你看他最牙啊 他是瑪莉亞 瑪莉亞嗎 第五題請出去 第五題 請問一下我每週 都要花時間幹嘛呢 一週至少一次喔 一動兩個字 二打三個字 三房四個字 四五四個字 請講 詹子晴 按不動 2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打電動 一週至少一次 打電動對我錯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說不健康 人家都打籃球打排球 對不對 對 打小孩 打小孩 喂 每週都會 打小孩 我們小時候常常一個禮拜打一次很正常 很爛 對爸爸媽媽打一次很正常 打手心 手背 打手心 請注意 請注意 好注意 注意 注意 請小心 對 對 他不是很方法 你幹嘛 你就很奇怪 請想拿 好 好難喔 那就 一好了好不好 一好了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運動 一週至少一次 運動 對我錯 恭喜答對 來 請想拿 三子平 五 三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動 防 花 燭 一週至少一次 是花竹洞嗎 還是洞房花竹 洞房花竹 好 洞房花竹 好 都可以 花竹洞房 防飾運動 對啦 你都沒有運動 外天自己確定的 如果你來洞房花竹 不太可能 洞房花竹意思只有 結婚只有一次兩次 應該是 防飾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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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週都花時間 防飾運動 一週至少一次 對我說 抱歉 打扣 可以 可是我一週都一次啊 我倒不對 至少一次 沒錯 不是啊 不是每個人啊 沒有男朋友 沒有女朋友 應該可以 來 還沒 請注意 欸 聽起來 來 蘭文莎 好啊 自好了 好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喝下午茶 一週至少一次 喝下午茶 對吧 是吧 喝下午茶 對我做 恭喜答對 哇 聽起來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我每週都要花時間 打掃房間 打掃房間 一週至少一次 好厲害 我每週都花時間 打掃房間 一週至少一次 對我做好 恭喜答對 哇 好厲害 我們是其他兩組的 一直在湊漆 這兩個還是太嫩了 這兩個這個太... 這個姐姐真的 一看是 出道十一年是不是 十六年... 好久喔 好久喔 他們就是打掃房間 我們就是房事運動 還動黃花組 你也抽得出來 很強 你看答題就看得個性了 這個經驗老道 對啊 明珠都快被她帶壞了 對啊 好啦 OK 音樂說拉小提琴拉道理 這題目給星安 他們就是打 一定是打籃球 打排球 對 打撞球都可以打 對不對 打足球 打什麼都可以 打足球... 沒有 足球還要打一打 看有沒有氣啊 真的嗎 哪氣 男人殺的個性 一看就知道她速度很快 有玩遊戲的經驗 是 然後每次都很清楚 這兩個太... 還沒搞清楚 就被人家按來按去 對 對 這故障了 對 在險境當中 她還能拿到十六萬 很厲害... 那可愛美女先到二十二嘛 是... 所以你們是第一名 再加五萬 獎金二十七萬 接下來進行獎金挑戰賽 A組有二十七萬 來 第一題 請出題 在不帶張姿的罵人文字中 請問下列哪一個 是出自於電影的經典台詞 才流傳至今的呢 A 貝哥哥 B 香蕉你個拔樂 C 轉個二五八萬 計時開始 是不是香蕉你個拔樂 因為貝哥哥比較像是 年輕人聊天之後 對 比較像現代的語言 對 有點輕 所以應該是香蕉你個拔樂 我記得是香蕉你個拔樂 對 因為好像有電影裡面有演的 還是那首歌 這是周星馳啊 有講過這句話 他轉個二五 但轉個二八 感覺不是一個... 不是 不太像是一個真的嗎 那是香蕉你個拔樂 香蕉你個拔樂 這是電影的 電影的 好 選擇的是 答案是 B 香蕉你個拔樂 我們可以這樣講嗎 大家就知道這個什麼 可是就沒有帶章子 對 貝哥哥組合起來是個賤 對 賤字 可是現在我們講話的時候 這個人太賤了 其實是讚美他 那是新的 超好笑的 剛剛很賤 講話很賤 很賤 那個主持人很賤 好像很聰明 那其實這樣還是不好聽的 對 可是已經轉變成這樣子 用語的轉變 轉一個二五八萬 是很久以前就有了 對 二五八萬 其實是念得比較順口 但是沒有從電影裡面看出經典 香蕉你個拔樂好像是... 對啊 對 豆豆 你覺得 我也覺得很像 香蕉你個拔樂 很像那種港劇會出現的 劉德華 對... 追女仔 他嘴巴說出來 怎麼好像有一種很正常的感覺 好像不是在罵人 來 來 香蕉你個拔樂 對或錯 黃金的電影 最佳損友 民國77年 1988年 香港資深演員 馮翠凡 剛剛我們講的 演得牛頭煩 因為不能夠說出髒話 而用水果代替 才會說出香蕉你個拔樂 這句無裡頭的話 因此被電影 民心目中的經典台詞 好 那接下來第二題 請出題 計時開始 刀面不會黏肉吧 你覺得咧 我也覺得是刀面不會黏肉 因為A一定不可能 藍色比較沒有 用料比較便宜的問題 這太客家的想法了 可是會不會就這麼簡單 被客家了 會不會就是客家的想法 用料比較便宜 就不可能是不是 對 但是我覺得 好像B跟C都很像 刀孔比較容易 不易變頓 不易變頓嗎 對啊 牛排他為什麼要做計時照 對啊 為什麼 可是好像鋸齒的話 真的比較不容易變頓 不容易黏 對 鋸齒不容易變頓 那會黏肉嗎 我覺得 因為你在切的時候 牛排刀喔 對 因為可能牛排 你切的時候 如果不好 它會爛掉 對 你如果沒有順的 會切得爛爛的 沒有刀 可是煎好牛排 不會再黏了吧 應該 5 他就選2 選2 3 刀口不易變頓 2 1 選擇的是 你的答案是 B 刀口 刀口不易變頓 對 欣雅 你有答案嗎 我們覺得是C C 不會黏肉 因為常常有那個牛肉 你切的時候 切不乾淨 組合的 會刮掉 會碎掉 會切得很難 一盤好好的 都被你切得好像 絞肉一樣 好像組合肉 所以他覺得 刀命應該不會黏肉 好像有時候 比較高級餐廳的牛排刀 就不會有鋸齒狀 還有那個 真的 評價一點的就會有 還有肉很重要 因為組合肉怎麼辦 一切就會裂開 李悅呢 是2 對 雖然C也有道理 但是我覺得 因為家裡比較 一般家庭比較不會磨刀 對啊 那它是鋸子狀的話 你好像可以使用很久 反正都是用鋸的 對 所以他講的不是那種 商業用的 他是家庭用的 他舉的意思說 你家裡 自己家裡用的話 沒有磨刀石 你不會為了一把刀 就買磨刀石 對 好 刀口比較不易辯頓 對喉嚨 3 3 1 1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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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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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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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7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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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7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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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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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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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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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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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要選不是香蕉皮就鹽巴 對 香蕉皮感覺 因為那個是喝的 你不可能用那種不天然的 對 不是要選什麼 我不知道 我會選香蕉皮 香蕉皮 對 香蕉皮比較天然 沒有 也不見得錯 鹽巴也是天然的 對 就選天然 對 好 選擇的是 鹽巴 對 或錯 3 2 1 好厲害 對 因為不太 去掉二選一嘛 漂白水就不是天然 萬一沒洗乾淨 你就要喝水 日本著名的生活專欄作家 百賴全此出 成年茶購不要用漂白水 你看 不要用漂白水 它是清得乾淨 但是會出現有害物質 建議陶瓷茶杯 用鹽巴就可以 透過海綿來回 搓揉鹽巴的過程 達到物理性鹽膜的 絕佳效果 因為鹽巴本身是食品 我剛剛講 如果香蕉皮也是天然的 不要像使用化學清潔劑一樣 靜停反覆地沖洗 只要大概衝過就行了 更省時又且用安心 鹽就是天然的 來 第四題 請出題 B 核桃 C 腰果 不是治療 是預防 來 計時開始 我跟你說 我最近有研究非常多 關於癌症的事情 怎麼了 但是這三個 你就是沒有查到鹿 不是 就是因為只要這三個都可以 所以我就想說 這三個是不是比例的問題 因為好像核果類都可以 像性能這種都可以 我覺得應該是 好像是核桃 我好像曾經有在 我的廣播節目介紹的時候 講過 核桃 因為我記得在所有的 堅果類當中 核桃的營養價值好像是 最高的 對 這三個講客的話 第一個 開心過 全部都是叫做 硬果 他們都講話叫硬果 對 沒有細分 對 所以腰果 核桃 看起來就叫硬果 對 都是硬果 硬果是硬果 而且在買的時候講都一樣 就我要全部綜合硬果 你是搶指頭 因為我不買核桃 你有點搶 我要買硬果 來 五 四 三 二 三 二 請選擇 你的答案是 硬果 這三個都是硬果 核桃 對 硬果 核桃 都懂 應該不會是開心果 可是核桃或藥果 但是腰果是不是本身在處理過程中 它其實是 很腐蝕手的 真的 對 所以它是處理完之後才可以吃的 那如果它天生有一點腐蝕效果的話 會不會其實對身體吃了太多也不好 所以你會選核桃嗎 可能是核桃 對 對 核桃看起來好像比較 比較健康 你看它松鼠都吃核桃 所以它中床沒什麼滷牙 所以它是你很健康 核桃 對或錯 核桃是不是 美國馬歇爾大學醫學部 哈德曼博士研究室處理 試著分析老鼠跟 你看 怎麼樣 我剛剛講那個是松鼠 真的耶 因為老鼠跟人類基因以後 醫學院的研究團隊在臨床實驗當中 讓乳癌患者每天使用57克的核桃 大約兩週之後 患者的癌細胞基因表現大幅改變 不是癌細胞 是癌細胞的基因 本來指數高的會降下 就是預防嘛 對 預防嘛 那核桃中有什麼 Omega 3 不飽和脂肪酸 還有植化固醇 多酸 類胡蘿蔔素 退黑基素等 都具有抑制癌細胞增生的效果 你看雙手跳來跳去 他只適合他 對啊 天堪 對 不要開玩笑 第五題了 第五題了 五 六 七 再三題 這是多少錢 27萬 但我EP就有獎募了 有心人士 換來自個 還需要什麼支持的資金 對 27萬 第五題了 請出題 台灣學童的近視率相當高 請問下列哪一件事情 最容易引發近視呢 A 看書 B 看電視 C 看學校的黑板 計時開始 我覺得是 看書對不對 我覺得是 因為他沒有特別指說看哪一種書 而且其實看書的燈 他也沒有講到是說在哪一種環境底下 你知道嗎 因為我知道近視有一個最主要原因是燈光 對 然後電視比較像會變成閃光 就是眼睛會變成閃光 對 學校黑板不可能因為 他就已經是用那個綠色了 而且在學校燈光是都亮的狀況 應該不太可能 對 我覺得 看書 我也覺得可以 我們不管什麼年代都看黑板 受視率 不是 受視率 妳是近視率 近視率 是以慢慢增加 所以跟黑板有什麼關係 對不對 大家都看黑板 有人近視 有人就不近 對 妳爸爸媽媽 阿公阿嬤念書也是看黑板的 他們也沒有近視 因為他說容易引發近視 所以如果學校黑板容易引發的話 那就應該改成白板 四 教育部 好帥喔 沒事... 好 那就A了 好 請選擇 你們的答案是 A 看書 選擇看書 對或錯 天啊 對 不是 他沒有選擇看平板 看平板 看3C對不對 眼科醫師陳佑槍 表示近視的成因 以使用眼睛的時間 跟觀看的距離相關 平常家長最痛快是看電視 因為觀看距離大約兩公尺 反而是最不容易造成近視的 中距離用眼活動 看電視是以前大家騙他的時候 不要花太多時間看電視 現在研究出來 看電視還是比較... 因為中距離啊 對啊 而且第六題 第五題他給你出一個看電視 不是把錢送給你 而看書的距離 通常距離是0.3 0.3 因為電視是兩公尺 0.3 比打電腦0.5 所以看書最近 所以近視危險更高 建議適度開放孩子 欣賞優良的電視節目 再鼓勵多運動 少近距離的用眼 如此才是真正對抗近視的兩者 也是你逼小孩子一直做功課 其實比看電腦跟打電動 更早一點 更早 來 第六題了 好強喔 六七兩題 直接帶走二十七 好久沒有送二十七萬了 對啊 來 今天好好送一下 來 第六題 請出題 計時開始 這就是很久以前的成語 所以一定是很久以前就有的鳥 那牠會靠近人的話 我記得麻雀都會飛走 你靠近牠就會走 對啊 牠應該不會依人 我覺得應該是白蚊鳥 因為在很久以前白蚊鳥就已經 大家會拿來做自己的寵物 可是鴿子比較多拿來是賽格泳 比賽泳 很少是養在客廳裡面 白蚊鳥比較多會養在客廳裡面 可以 小鳥 牠怎麼覺得白蚊鳥會不會太簡單 如果答案是白蚊鳥的話 小鳥一人 五 四 鴿子白蚊鳥 鴿子 好 我覺得你會 你是對的白蚊鳥 請選擇 答案是 C 白蚊鳥 白蚊鳥 白蚊鳥你們看過嗎 我沒有 是不是 小小隻 白色的這樣紅色的嘴唇 是不是櫻桃色 比較像是家裡會養的那一種 對啊 因為我們小隻 鳥 鳥 鳥蝸 對啊 補鳥蝸的嘛 就會撿那個蝸的小鴿 所以一定是牠 因為麻雀不會讓妳看 麻雀不會被妳訓練成這樣 說不定是鴿子 如果鴿子可以曬鴿 鴿子像小鳥嗎 曬鴿 因為這個鴿子 鴿子大得像土鸡一樣 鴿子喔 我覺得鴿子比較是親近食物 我以前我們家有養鴿子 對 牠就是像我爸爸真的 小鳥會在牠肚子上 是竹鸡 竹鸡會到肚子上 可是我沒有看過 我們家養的鴿子 會到我客廳來 我小時候家裡有什麼 養食姐妹啊 對 就小小的養 我們家以前養鳥 不然看用的 小時候後來生意不好 就通通把牠放生了 但是養的都是寵物鳥 很小就觀賞 什麼食姐妹啊 像白蚊鳥我也看過 好像嘴巴是有點紅色的 你是小指頭 感覺上白蚊鳥比較小 我覺得比較合理 第六題耶 國中算牠太合理了 我沒有看人家訓練過麻雀 麻雀是不太能訓練 麻雀更難啦 那是成語的遊覽 鴿子可以訓練 曬鴿就可以了 對 那會不會鴿子呢 來 選擇白蚊鳥 對活蹤 麻雀 這是什麼 麻雀 結果是麻雀 麻雀 真的耶 這給大家八百次選都不會選麻雀 你看 相當藝人最早出現在說文解釋當中 提到 卻依人小鳥也 意思說麻雀喜歡住在 人類居住的周圍 宛如賓客一樣 因此麻雀也被稱作為嘉賓 後來飛鳥藝人 慢慢演變成小鳥藝人 含義當中形容成子關係 變成形容 嬌翹 形容叫嬌翹可愛的女孩子 叫做小鳥藝人 麻雀很吵耶 對啊 我們要不吵 對 這樣還不吵 現在還不吵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送妳是百夫長旅行箱 打開衛視中文台 歡樂 亮起台 謝謝 謝謝大家